花木兰从军前的买买买国家给报销吗? 开闯隋唐盛世的府冰制究竟咋回事? 编者案,今天是第108个国际妇女节, 不过,现在的妇女节,在商业化高度发展的今天, 相当程度上,已经成为女性朋友买买买的节日。 当然买买买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天性, 比如南北朝时期就有个招名买买买的女性形象, 她就是那位替妇从军的花木兰, 之前就有人注意到了木兰词有这么一个逛逛逛, 买买买的细节,东市买骏马,西市买安写, 南市买配头,北市买长边, 不过说到买买买,不管是古代的花木兰, 还是现代女性,都有一个核心问题, 钱谁出?今天,我们就来说一下, 花木兰替父从军,当兵打仗, 结果还要自己买装备, 这些前国家给不给报销的? 木兰词的大智时代,处于北魏到北周期间, 这个历史范围正式昭明的府丁制萌芽, 发展,成熟的主要阶段, 府丁制是北周开国太祖与文太所创的, 这项独特的兵制发端于西魏,成熟于北周, 即胜于隋唐,衰落于唐玄宗时代, 是开创隋唐盛世的重要军事制度保证。 这项制度大概是指, 国家把全国行政区域, 划分为若干个军府, 每个军府按照三丁选一, 五丁选二的三五减八制度, 抽取南丁充当兵员, 木兰茨反映的正是这一制度的细节, 昨夜建军帖, 特寒大典兵, 军书十二卷, 卷卷九业名, 这就是选丁重兵。 军府管辖下的军户, 农忙时进行农业生产, 农闲时游郎将组织军事训练, 保证军户的南丁具备一定训练水平, 由于北朝有上午的风气, 不仅男人惯于打仗, 女性也一定程度沾染了雄剑的风气, 所以木兰决以从军后, 能够迅速进入状态, 万里富荣基, 关山度弱, 也许有人要问了, 打仗就打仗吧, 为啥还得自己买马买武器, 难道国家没有储备吗? 这就涉及到辅兵制的后勤保障问题, 辅兵制基本成型于北周时期, 他和以往历朝历代的贵族兵制, 全民征兵制, 士兵制等有许多不同之处, 其虽然把征兵范围念向了全国, 比贵族兵制兵源范围大, 但又不像全民征兵制那样, 要求全民接兵, 这是因为北周当事力教组, 政府的组织能力, 对社会的控制力都比较欠缺, 没有能力把全国老百姓都拽过来当兵, 同时, 辅兵制又比士兵制更加人性化一些, 士兵制的本质特点, 是某家老百姓一旦确定为兵货, 就必须适世代代当兵, 老子死了儿子上, 儿子死了孙子上, 除非一家男丁全死光了, 就得一直无休无止地参加战争, 基本上, 军户命运只能越来越悲, 福丁制并不强求所有军户全部从事战争, 只要求一些有能力出军的家庭履行义务, 并且保证每家每户都有剩余男丁从事农业生产, 而且规定参军打仗的军户, 人家可以免除一部分赋税和利益, 当然, 像木兰家这种特殊情况, 还要出丁参战, 肯定是国家遇到了紧急情况, 才逼得老弱兵残都要出马, 说了这么多, 其实辅兵制人性化表象的背后, 是一个大写的穷, 北周是鲜卑人所建立的国家, 从蒙古草原跑来的一群穷棒子, 本身就不富裕, 加上创业之初被东边的死敌东魏北齐暴打, 国力十分虚弱, 而且爱意起家的鲜卑人军队几乎被消耗光, 北周也是逼得没办法才另辟蹊径, 发明了辅兵制这个制度, 把征兵范围从单纯的鲜卑人扩大到汉人头上, 政府给军户以极高的政治和经济待遇, 极大唤起了汉人从军的热情, 但限于国力不够, 军户们就要承担一些本来应该国家承担, 但国家承担不了的责任,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军粮供应, 兵器, 当然, 也不是所有后勤和军用物资, 都由军户个人承办, 有的技术含量较高的武器装备, 像弩这种运用机械, 需要精密不见的高技术兵器, 或者是价格不菲的冥光海等防护用具, 普通家庭自个就整不了, 所以说不同时期的历史记载就不太一样, 比如北史卷六十记载, 每兵没棒攻刀一具, 越简越直, 假说割弩, 并资官给, 也就是说只需要自备简单的武器, 但唐人里繁琐着异侯家传称, 兵杖, 衣驼, 牛驴及酒粮, 只需, 六家共备, 个人准备的保障物资范围非常广, 与北史的记载差别是比较大的, 回过头看一看木兰茨, 木兰可以置办起骏马这样的高级战备物资, 战后返乡时, 家里随随便便就把朱阳杀了, 说明木兰家还是比较富裕的, 有余钱应急, 这就是政府留给军户家庭经济上的弹性空间, 保证他们有优厚的基本生活条件, 而一旦发生战争, 这些蕴藏在民间的经济潜力, 便可以迅速转化为战争资源, 为战争提供强大支撑。 所以说, 军户自己准备作战保障物资, 国家是不负责报销的, 而且还要作为一项经常性战备制度保持下去, 军府定期进行检查并组织操练, 这是府兵制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, 说白了, 这份钱本来要上税给国家的, 现在我不找你要了, 但你得留出来给打仗做主, 也就是说, 花木兰的买买买国家是不给报销的, 那么, 如果某家军户一直打仗, 一直消耗自己的钱粮, 岂不是很亏, 其实, 除非遇到木兰遇到那样的大战, 一答就是十年, 当然这可能是民歌的虚止, 国家一般情况下, 是采取轮番出征的形式, 避免某些军户一直参战而不得休息, 大体来说, 一个兵每年轮值轮战的时间是一个月左右, 战争夺时, 时间可能要拉长一些, 比如北周初建时, 外地压力较重, 周五地时进行灭西战争, 固定的轮战时间是一年一个半月, 也就是四十五天, 后来北周统一北方后, 便把轮战周期改为一年一个月, 在这种情况下, 像木兰家这样的小户人家, 便不至于一直出军, 一直打仗, 在北周统治区域不大的情况下, 这种轮战制度能够良好地维持下去, 但后来发展到唐朝初期, 帝国的疆域空前扩大, 冰封打到中亚甚至西亚, 府邻们去一趟就得一个多月, 轮战时间的限制慢被破坏, 这种制度便慢慢显现出劣势的, 总之, 府兵制最大的优势, 就在于征兵速度非常快, 并且兵员质量有一定保证, 北周创建府兵制之前, 中央常备军仅有四万多人, 短短二十余年后, 府兵制各项机制都健全起来后, 与文户和周武帝发动对外战争时, 便派出二十万人规模的部队, 隋眉南辰时, 国家共动员了五十多万人的部队, 这种规模空前的军队数量, 直接把陈朝人吓傻了, 以至于灭陈城的有真无战事的战争, 就是隋阳帝征伐高沟黎的那一百一十七万人的大军, 根据冷兵器研究所之前那篇古代战场上, 动辄几十万大军可信吗? 揭秘隋阳帝征高沟黎的真实兵令文章的考证, 隋阳帝所动员的正规军, 实际兵力应该在七十万左右, 投入前线的兵力应该不到四十万, 但即使这样, 这种兵力在汉朝、唐朝、明朝、清朝等大一统时代, 也是极其罕见的, 而这惊人数字的背后, 正是千千万万像木兰一样的, 自掏腰包买买买的军户在默默支撑。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界, 主编圆阔, 作者跳飞人, 任何媒体或者公众号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, 为者将追究法律责任。